大家好,我是贺杰 在西方绘画大师的作品中 画作往往具有鲜明的风格 从而让观赏者不能直观地感受到大师的绘画意图 对此,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欣赏 分析大师的绘画作品 使自己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大师作品 所蕴含的无穷魅力 我们先从整体风格的表现角度 来欣赏西方大师名画 在西方绘画艺术史上 由于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 对艺术发展的影响与推动 导致产生出了一个个不同的风格艺术绘画门派 现在,就让我们初步认识一下 不同艺术门派的整体风格表现 从1898年到之后的十年期间 野兽派成为了法国绘画艺术界的一种新式的绘画潮流 其风格主要表现为粗旷并且富有野性 给观者以视觉上的冲击 在作品《水善节日》中 画家乌拉尔·杜菲用笔粗旷 用色明快 渲染出了一种荒腾的节日气氛 立体派绘画形式最初同样起源于法国绘画界 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画家有毕加索和布拉克 在立体派画家的作品当中 简练的几何图形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元素 他们善于将防复的事物归纳为简单的图形 塑造出一种较为抽象的视觉效果 上月诗是毕加索在探索贴纸画时期的一幅综合式材料绘画作品 在作品中毕加索将三位正在演奏的乐师 以抽象的几何图形塑造出来 给观者带来一种特殊的视觉感受 整幅作品用色艳丽 使整个画面洋溢着热闹的气氛 同立体派一样 蔚来派尚于将具象的事物转化为抽象的艺术形式 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蔚来派画法几乎将事物本身完全分解 让观者几乎看不出物像本身的形态 表现出一种非逻辑性的绘画风格 意大利著名画家温贝特·波丘尼 是蔚来画派中的领军人物 他于1915年创作出了作品《枪骑兵的交战》 画面中那一条条极富力度的黑色线条和支离破碎的抽象图形 表现出了战争的激烈场面 20世纪初期 西方的表现主义画派成为了当时绘画界的主流画派之一 其中在奥地利和德国流行最广 该画派作品的风格主要表现为用色大胆 笔触扭曲 呈现出鲜明的个性 作品《呐喊》 又鸣尖叫 《我叫他亚美迭》 是一副典型的表现主义画作 该作品是由挪威画家爱德华·门克 于1893年完成的 对于这幅画的穿着灵感 他这样说道 一天晚上 我沿着小路漫步 路的一边是城市 另一边在峡湾 我又累又难受 停步朝峡湾那一边眺望 太阳正落伤 云被染得红红的像雪一样 我感到一阵刺耳的尖叫声穿过天地之间 画面中 那极度扭曲的线条和那极为恐惧的人物表情 正好反映出了门克当时的焦虑的心理 达达主义 就是达达外卖的那个达达 不是外卖主义啊 达达主义是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艺术流派 他最早出现于法国 瑞士 以及德国的绘画艺术界 对于达达派的画家 他们希望借助绘画作品来表达出他们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战争和不满 从而在达达派作品中表现出的是一种较为消极讽刺的艺术风格 下图是奥托·迪克斯的作品 新闻记者西尔维亚·冯哈尔登 而迪克斯则是达达派中的一员 在这幅作品中 画家用大量的红色烘托出一种躁动的气氛 并且着重对画中人物病态的面部进行刻画 从侧面揭露出了战争给迪克斯内心带来的不安与恐惧 超现实画派 最初源于达达主义 所谓的超现实 是指一种超越真实的虚幻世界 这种类型的绘画风格 主要表现为梦幻 虚无 脱离现实 在胡安米罗的作品《荷兰室内景一号》中 画家就为观者塑造出了一个超脱现实的世界 这幅作品是米罗根据荷兰画家索尔格的绘画作品 《诗情演奏师》所转化而成的 画家以防复的图形拼凑出了一个热闹且抽象的室内场景 展现了一种与原作大庭相近的画面风貌 抽象画派 从其字面上理解 是一种无意识违反常规作画的绘画门派 大致可分为抒情抽象和几何抽象两种 其风格主要表现为 自由并富有创造力 《薰衣草之物》就是一幅较为经典的抒情式的抽象作品 画家布洛克将占有各种颜料的棍棒 自由随意的在画部中游走 形成了一种极为防复 层层叠叠的画面效果 仿佛能让观者感受到画面中颜料的跳动 波普画派是一种新式的绘画派别 也是一种流行艺术的表现形式 这种艺术门类最初起源于美国 它开放的绘画风格 反映出了新颖的画家对于表现自我力求创新的可求 《带发带的女孩》是利希腾斯坦1965年的作品 当时正是波普艺术盛行的时期 带发带的女孩以面部特写的形式出现于画面当中 那明亮的色彩与创新的绘画技巧 使整个作品极具个人风格 散发浓郁的现代气息 好